电影美术制作人 总田杨平所策划的 小小罗浮宫特展 结束高雄展戏之后 移师到台北登场 将缩小版的罗浮宫 呈现在民众的眼前 恭喜小小罗浮宫正式开展 按下按钮仿坐巴黎罗浮宫前的 玻璃金字塔闪闪发亮 不只把这最有名的象征建筑 给搬到历史博物馆来 走进日本电影美术制作人 总田杨平的小小罗浮宫 更多的惊喜呈现在眼前 不只一口气呈现 罗浮宫内的经典画作 甚至也把一般游客 看不到的地下室 给缩小搬到展场来 看穿罗浮宫的过去与未来 即使是曾经到过罗浮宫的 也忍不住惊叹 到法国去每年 大概有八九百万人次 到罗浮宫来看 缩小40%的比例 小小罗浮宫也采用 适合小朋友观赏的角度与高度 希望这样的法国艺术 从小就能感受得到 总林新闻 红树美增建勋 海报道